今次要跟大家說的是 The Flash 閃電俠第四季 正所謂CW的魔咒 第三季差,第四季更差 作為CW的王牌劇集 The Flash 在今季無疑挑戰了觀眾底線 而今季的終極波首次不是Speedster 而是擁有著聰明才智的Thinker 但故事完全沒有死亡不記的鬥志鬥力 劇集的開端是說 The Thinker是想造福人群 注入黑暗的物質去提升自己的智力 但身體受不了,變成死了 那種高超的智力浪費了那種感覺 Devote的心理掙扎是挺好看的 劇情說到The Thinker是有一個終極大計 心理劇集又覺得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編劇就會解釋 其實都是部分我的計劇 Devote搞到Berry要坐牢 其實都是部分我的計劇 那Devote挽救Berry究竟是為什麼呢? 是否想令身體復原呢? 是否因為Berry就是社會的毒藥 所以要剷除它呢? 是沒有解釋的 其實Devote挽救Berry 就是因為Devote想挽救Berry 究竟是甚麼計劇呢? 有一個叫做Egnitement的東西 他引起Teen Flash 將Berry由Speed Force拉出來 過程中製造了13個Best Matter 吸收他們的身體和能力 控制到衛星 向全球發射一個叫做老智障電波 將全球的子民自力歸零之後 再重新教育 那Devote為何要做這些事情呢? 因為人類太依賴科技 而爭奪科技會產生仇恨 所以我只要重新人類智力 地球就會沒有仇恨 What? Devote肯定你真是智者? 仇恨的產生不只是因為 依賴科技而生成 仇恨的產生最主要是 人類有情感 有妒忌、憤怒 即是七情六六的情感 智力和情感的關係 不是掛勾的 我個人的理解是 其實Devote是全球人民洗腦 變成一個服從機器 令到全世界都認為自己很幸福 令到所有人都不敢有針對 結論就是 其實Devote是一個自以為 救世主的建制派君主 雖然是這樣 其實Devote已經是這部戲 比較吐氣的角色 對 Devote和她的妻子 其實是整部戲最吐氣的感情配頓 說到這裏 你應該發現 Teen Flash在今集真的很訝人真 我先理一下 其實在第三季 全世界都想Iris死的時候 其實我還未討厭Iris 但在第四季 只是第一集 Iris無論在造型、對白 以及情景應對上 她每一刻都煩到吐血 自私辦大愛 令工作能力去批判別人 其實我最喜歡的集所就是 第八集 Crisis on Earth Fix 因為Iris在那集 基本上沒有存在過 其實Iris在Teen Flash的出現 她就是挾持了Barry 她是不讓Barry和Teen Flash有任何的互動和交流 Cisco、Harry、Kaitlyn 他們處理的思事是完全不會跟Teen分享的 因為她不想讓Barry和Iris知道 她們一知道就一定要衝出來 為何你不跟我們說 我頂! 說完你們又會審 審完又不是幫忙 幫忙的時候 有中途放棄說不想幫忙 不對自己有利的事就會跟大家說 大家的生命要緊 對自己有利的事就會說 做大事當然要承受這個風險 其實編劇是很成功的 在描述Iris和Barry 是一個混蛋的方面 我覺得一定是為了日後 她們要成為中逸Boss 去排出一條伏線 Iris需要的M.A.是一份正職 第一,她可以去做記者 其實明明中間有一段 是說她跑去寫Blog 為何她還可以無所事事 第二,她可以去生兒子 然後我可以去煩兒子 然後我可以去煩兒子 就留在Barry alone 第三,她可以去死 可以救回收事 而Barry今季沒有做過Flesh 她在今季的功用 就是一個很快的Uber 把Ralph混在這裡打架 把Kailan混在那裡打架 以及自己混在那裡跟敵人聊天 其實她沒有用過她的速度去打擊罪案 相反,今季Teen Flash 就有個口氣之仇 就是新角色Ellongated Man Ralph 她的背景介紹和性格改變 由一個市井的Pi 去到一個救人英雄 其實是蠻好看的 不過是因為雜數太多的關係 Ralph整季就是 我想成為救人英雄 但我覺得自己不行了 我先問Barry的意見 重拾信心 我要回去做救人英雄 又覺得自己不行了 好,我再問Barry的意見 重拾信心去做救人英雄 今季Barry竟然做了人生倒士 所以她就把Ralph開死了 Barry跟Ralph說 千萬不要殺Devote 殺人是不對的 生命是很重要的 Barry請你跟我解釋一下 為何過去三季 所有中擊Boss都死了 是,你們沒有殺他們 但你也沒有阻止別人去殺他們 為何你阻止Ralph殺Devote 因為Ralph的命是不重要的 說一下其他Team Flash的成員 我忘記了她 Cecile有了BB 之後就特意打輸了 那場官司 令Barry坐牢 那場官司一定要特意打輸 你才會輸 另外她會獨心 但劇情是這樣解釋的 她會獨心的事情 這些其實是會突然之間發生的事 而Harry 她是沒有做過事的 身為擁有著最高智力的Team Flash成員 竟然是沒有事做的 你當的 她今季所做過的事就是 跟其他Harry 聊天 好润一下人生 騙了Gideon和觀眾半集 以為她是Uberphone 最後就成功研發了Thinking Cap 把自己弄傻了 開始顧慮到Iris的感受 OMG 其實編劇你到底有多喜歡Iris Cecile今季做了些什麼呢? 她跟Gypsy繼續拍拖 跟她爸爸打好關係 然後突然有一集 他們倆哭著分手 我最喜歡的Team Flash角色就是Catlin 她一開始說她跟Aquila Frost 分享同一個身體 由開始很怕她的存在 到後來跟她成為朋友 到Aquila Frost消失後 開始追尋她的起源 然後就沒有了 Whaaaat? 是下季才說的 Berry跟Iris的女兒 Flora的故事 都是下季才說的 今季說這些事情做什麼呢? 所有事情都是下季才說的 我的今季比較值得看的集數有 第四季第三集 Luck be a lady 第四集 Elongate the journey into night 第七集 Therefore I am 第八集 Crossover Crisis on Earth X 第九集 Done's Run 第十五集 Enter Flash Time 其實討演的集數就是其他 你發現最初的集數是OK的 這類型的劇集 主線是很重要的 即使在最初寫得很好的 單元故事叫做風趣 但主線亂寫 後段的故事完全沒有方向 你會發現每集的角色都很片面 追追打打 然後我們還要攪拌整個 Teen Flash的互動 因為某個你懂的人 整季看來 我最喜歡的角色竟然是Marie's 人又漂亮 又疼愛老公 又聰明 最重要是 她不會說We are the Flash 如果有什麼留言 歡迎在下面留下 和Like and Subscribe Litron nothing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 Bye